说是这么说 但外界都在观望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拜登本周将亲自视讯出席 四方会谈高峰会 显然就是一种表态 全民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四方安全对话 又简称Quad 现有目标就是为了防堵中国继续扩张 从地图上看用意明显倒不行 最早的四方会谈是为了因应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 当时是临时救灾状态 2007年四方会谈1.0正式成立 成员也确立为印度 日本 美国 澳洲 之后却因为印澳两国怕击入中国而中断 直到2017年底 四方会谈2.0启动 成员不变 但目标已经转为维护印太情势 除了战争结盟 军事上的动作也不少 法国已经宣布会派出舰队前往西太平洋进行军事演练 美日印澳的军事演习也没停过 拜登预计12号主持视讯会议 中国包围网正在逐渐沉迟 三里新闻 终于跑步道 我们先来看的是对台湾人心中觉得说 这人家够自己的蓬佩奥 蓬佩奥他接受中央社视讯专访的时候 他就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说你决定要取消美台交往限制的原因 他说因为我们一直在盯说 奇怪 这个条文越看越奇怪 他意识到说简直就是一个疯狂的程度 他说我们有一套 一整套不合理的规定 他真的看不下去 所以他在1月20号卸任之前的11天 他就大动作说 来 近情这些都没算没算算 被视为一个美台关系近年 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们在讲说 拜登上任之后他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先请教于将军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印太这边四方安全对话里面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 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四方安全对话不是外长的对话吗 然后之前在这个2月的时候 也有一场是外长的会议 可是现在3月12号要登场的是什么 来变成是总理等级 总统等级的怎么样来看 当然他从四方会谈 从一般的外长交谈会谈 变成领袖级的交谈 那整个战略意涵不一样 那大家知道 整个四方会谈是起于天灾 但是现在却要止于人祸 从天灾变人祸 因为有的时候天灾是可遇而不可求 而且不好预防 但是人祸是可以预防的 但是人祸远远高过天灾 人祸所造成的伤害 会是天灾的好几倍 所以四方会谈 他既然有这个组织体系 有这个组织方式 而且透过四方会谈 把整个太平洋的战略指挥部 变成一个印太指挥部 所以戴维森为什么这么紧张 戴维森真的会紧张 因为他接了印太指挥部 他发现一件事 我的区域实在太大了 防守范围太广了 我的区域实在太大 美国有六大战区 以美国本土来讲 南战区北战区 就是在美国本土南北 另外一个欧洲战区 那现在欧洲战区 本身他没有问题 欧盟成型之后 他本身有一套 非常良好的防御体系 所以原则上 美国在欧洲战区 也不用太多的琢磨 之前他一直把 主要的军力放在哪里 放在非洲战区跟中央战区 因为这两个战区 大家认为是 整个地球的火药库 不管是中东 保护原油 对 太多 因为他有能源 他本身那个地方 又有第三世界在 所以他很难掌握 一直把所有的战力 放在那个地方 反而是太平洋战区 他觉得相对的稳定 那可是现在不一样 他觉得他当时 可以透过经济 透过怀柔的方式 把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 把它民主化 把它开化 把它变成人实化 后来他发现 他这几个话都没有达成 变得不像话 他越来越嚣张 越来越凶狠 对于自由世界变得不像话 所以他把整个 太平洋的战略组织部 变成了一个 印太司令部 那这个戴维森 接了这个 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之后 他发现 天哪 我怎么管这么多 整个地球一半归我管 那可是呢 我的预算却这么少 我的预算却这么少 但是现在最大的威胁 却来自于中国 他要怎么办 那只好他必须要讲出一个 让美国的国会 让美国的人民 可以全力支持他 让他能够在 太平洋印太司令部 能够建军的一个 足够的经费 所以他并去讲出一件事 六年 中国可能会对台湾 有并吞的动作 并且在2050年 中国的军力会超过中国 他讲这个绝对不是 无敌放始 不是乱讲 中国曾经讲过一句话 中国解放军 对于台湾动武的 三大条件 第一个台湾独立 台湾独立 那现在眼看这个 好像不太可能 因为台湾 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个 独立主权自主的国家 所以没有独立的问题 这是假议题 第二个呢 叫做岛内发生重大的动乱 你不打我 哪来的乱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也是假议题 第三个 重要就在第三个 就是外军介入台湾事务 那这个外军是谁 不就美国吗 不就美国 所以说美国印太指挥部 如果透过了台湾旅行 台湾保证法 有那么一天 真的跟我们中华民国的军队 联合在太平洋上 海上做演习 那中共就有真正 并吞台湾的机会 所以说也就是意味的是 六年之内 台湾跟美国会有 联合的作战 联合的演习 对 那我就这样 这样人 我们国内的人民 要有一个心 要有一个信念 你是不是不这样做 他就不打你 也不是啊 对 我不要跟美国联合演习 因为他要找理由 他有千百万种理由 对对对 我今天美国来跟我联合军演 美国要卖我武器 美国要跟我做邪训 我卖来卖来卖来 为什么不来 你来的中国就要打我 所以你不要来 但我是把手绑起来给人家打 我们中华民国的军队 不要这么没有志气 不要把手绑起来给人家打 你手绑起来 他不是不打你 他打你更容易 他打你更容易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被这第三个理由说 如果有外力介入 我就要并吞 进犯 学习台湾 这个事情 我想跟前面的状况一样 是假议题 只是他打你一个借口 他打台湾 他并吞台湾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称霸世界 他2050年 他的军力要超越美国 但是在超越美国 最大的一个关卡 他要把台湾 第一岛链给瓦解 如果中国大陆解放军 没有办法瓦解第一岛链 那请问 他要如何进到太平洋 他走不了 他往南 往往 他的西边 都是内陆国家 他不可能透过印度洋 透过孟加拉湾出去 最好的出去方式 榆林海南 台湾海峡 整个南海开放 所以他台湾 他要并吞他 他要解放台湾 最大的目的是要称霸世界 那全世界自由的国家 怎么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呢 而且现在就已经看到 我怎么可能 慢慢的就是让你温水煮青蛙 然后煮到手了 他不可能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台湾的态度太重要 我们国家的态度很重要 你不但是要守住 我国家的安全 你还要占到世界的关卡 你要卡住这个点 那如何可以跟这么一个 面对盲痕 无理 嚣张 凶狠的敌人来做对抗 第一个 跟自由世界站在一起 自由世界愿意来跟你邪训 自由世界愿意提供给你适量的武器 你不要去拒绝 你不要因为说 中共讲一句话说 给你黑鸭一下 吓一下 我就不买了 你说拒绝的都是过敏斗 没有 我就大多数的国民党是爱台湾 是爱中华民国的 那少数的那个是胆怯 害怕 担心这个因为激怒了中共 因为跟美国走太近 中共就打我 这些人我要把他点醒 你不要因为你对对方示弱示软 或是顺从他 他就不打你 你越顺从他 他打你是他高兴就打你 因为你太顺从了 一只非常凶猛的老虎 被训练成一个跟小猫一样 那他随时都可以打你 所以我觉得国军也好 整个国防部也好 针对目前的状况 大家要看清楚 不要被中国解放军威胁 不要被解放军吓到 因为他的飞弹 从来没有不瞄准台湾过 他的飞弹从来没有转向俄罗斯过 他永远都是转向东方的台湾 所以台湾变成他整个侵略世界野心 最大的一个真刺 那这个刺我们要帮他拔掉吗 我们这么好心 有可能 吃的解放军好痛 我帮你拔掉 秀秀 你秀他干什么 你秀他 他不会秀你 你秀他 他更要吃掉你 所以我觉得 这富贵险中求 我常讲 富贵险中求 和平也是险中求 如果你步步让步 步步软弱 你把所有要协助你的朋友 跟你站在同一阵上的朋友 全部推走 那你就等着被统一 一个大家可以理解的 刚刚讲说 我们如果增上了刺 为什么要拔掉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让他吞不下去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欧布兰他就是讲说 台湾你要变成一个豪猪 豪猪身上都是刺 狮子是吞不下去 一吃就会逛掉 对不对 这个观念 大家一讲就会懂 那我请教任俊哥 因为当这个印太司令 他讲到说 最快六年内会出现 他讲这个不是在维言耸听 他其实提出说 一个警语 我们已经看到这样子的 一个苗头了之后 而且他也同时提出一个 就是说 他认为应该要有 陆基的长城飞弹 来做一个防御力 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当然美国 已经感受到 中国大陆在这两年 应该不是两年 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第一个 他的国防军费 不断的增加 第二个是 他确实一直努力的 在造大船 然后揍飞机 然后甚至做大炮 做飞弹 那是不是整个亚洲的 整体的军力的现况 其实已经破了这个所谓 均衡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美方 他有感受到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数字 是说 中国大陆的海军的 整个的整体的战力 事实上如果跟美国相比的话 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 包含他的海军的 这个船舰的数量 但问题是 其实如果不把这个数字 拿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美国很可能在海军的 这个部分 如果就区域战役来说 事实上中国大陆 已经在亚洲地区 是最大的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的船 都在这里 那你美国的船 不是在这里 你的美国船 在全世界各地 所以如果从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你大概可以理解 是应该上个礼拜 美国相关的这个资料里面 去显示说 他们认为在第一岛链的部分 应该要建立精准打击的武力 而在第二岛链的部分 必须要达到您刚刚所提的 它是不是在针对 这个所谓的 导弹的这个部分 它必须要具备 一个拦截的能力 当然对美国来讲 它一定是以美国本土 作为它最后要防卫的 一个重心 所以往外拓展 从它的这个第二岛链 到第一岛链来 可是陈如宁刚刚所提到 就是说 当这样一个状况改变的时候 提出一个警讯说 中国大陆可能在六年之内 如果它可以拥有 泛弹的能力 那它是不是有 在整个亚洲地区 甚至在南海地区 引起战端的能力 我认为美国其实 除了提出这样一个警讯的时候 对于周边国家来讲 它当然也会感受到 相同的压力 所以看起来 拜登政府在这一段时间 一直提出所谓的 围堵的这样一个政策 我认为某种程度 有开始发挥一些效果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提到说 德国也说什么 八九月的时候派一艘船 要来走走看 其实我都讲 就是说一艘船不代表什么 可是它这一艘船 后面所代表的 那个真实的意义是 它可能几十年来 没有走过这个航道 它现在派一艘船 真的走一次 告诉你讲说 我手上的海图是对的 我可以告诉你讲说 我今天走了这一招之后 我在哪一个地方 可以设定我的这个IP点 我在哪个地方 我用多少的航数里面 我可以需要 期待多少的油料或者什么 那个其实就是一次 军事的这个行动 所以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 现在美国 不管是从过去的 重返亚洲一直到现在 拜登认为说 他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对于中国大陆 这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扩张来说 他可能不只是在军事上面要做 所以您在现在标题上面 有个叫豪租战略 我们看那个豪租其实还蛮特别 因为他平常不是就输在那里 豪租平常的那个身上的那个针跟刺 它是顺着 因为它是躺着的 那只有遇到威胁 跟遇到这个紧张 它才会升起来 所以以目前台湾整体的 这个防空武力来讲 或者以我们现在地面防卫的 这样一个状况来说 事实上确实对 我们是不是能够足以保护自己 这个我想大家关心 但我在保护自己的同时 我这些保护自己的拳头 是不是能够拿来作为打击的武器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关乎 就是大家在用的这个阶段里面 所以看起来对于这个 武艺我们现有的这个武器 尤其在这一年多 我想观众朋友也都常常接受到军武新资 那因为中国大陆天到晚飞来飞去 我们在节目上就会谈论一些说 双方大家各自有了这个武器的设备 那我想大家可以不要担心的就是第一点 在应付第一级的状况之下 台湾现有的武力 基本上不会只打到海峡中线 以我们现在大概有的这个防卫的能力 跟我们的所有的射程来讲 大概打到沿海第一线的这个 这个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主动去把我们 所以为什么要用豪猪的这件事 因为我不是主动去挑衅 不是去攻击人 豪猪平常很可爱啊 你把他抖的时候他才吐起来嘛 这个其实逻辑很懂嘛 因为他有天敌啊 那个狮子一张口 不好意思让我跟你讲 我就站起来让我吞不下去 或者是说其实豪猪根本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遇到敌人嘛 所以那些东西他是备而不用 他在真正要用的时候 只能这样讲 豪猪有没有有可能 就因此而受到伤害 其实会 但是我们不是去扮演那个trouble maker 我认为在这一段时间 美国我也没有认为说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看他虽然就是飞飞飞 他也没有故意要去跟你挑衅 说哇中国大陆你看吧 我就故意跑到你灵海里面 去给你秀一下 看你跟什么 我认为也没有 大家都还在一个克制的底线上面 但是两岸军力的均衡 其实被打破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这几年 其实是已经真实发生了 因为军力的部分 刚刚讲的比较多是海军 那个舰队的数量的部分 美军跟中国这边在较劲的时候 数一数数量那不得了了 对岸它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还有另外一块 美国他们也注意到 请教敏宽哥 他们说下个世代 我们空中优势 也应该要展现一下 所以他们有一个目标说 我们可以想一个 比方说有先进战斗机 我还包括有无人机 我在空优的部分 我也要临驾解放军 怎么样来看 目前就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的话 请各位放心 台湾在全世界的防卫能力 大概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我们的飞弹 目前来说大概有七千枚 这七千枚是绝对够的 那从上个礼拜 中国他们在西沙当中的一个 珊瑚岛的一个演练 他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 中国他们现在是整军独物 他们一直在壮大自己当中 但是一直在壮大自己 有没有办法让几百万的部队 短时间之内横扩台湾海峡 请各位记得我们是首方 攻击方如果要攻击首方的话 大概要三倍的一个军力 有办法带过来吗 这是要去讨论的 但是从上个礼拜当中 他从用动武二D的银川剑 带着动拐腰 比较小台的两万五千吨的一个五指三剑 然后丢下了所谓的一个野马登陆艇之后 直接战车攻上来 这已经跟你说了 我可能没有办法打你台湾 但是我可能有办法去针对 所谓的东沙岛或者是太平岛 你那边的守军才五百个人而已 我可以把他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我马上走 看你要怎么办 那各位 很多人会说 那小岛那没有关系 让他拿走了 邮轮上不来 到时候不只是台湾要担心 连韩国连日本 他们都要揣着蛋 这个其实也是让大家觉得很头痛的地方 再讲另外一个 当他飞弹对着台湾的过程当中 你以为大陆人那么傻 他飞弹只要转个角度 就可以瞄到日本去了 再往上跑一点 可以跑到韩国去 他们真的一点警觉性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现在的一个架构 我们不得不说 现在新的一个科技 才掏乎大家的一个想象 过去大家要想说要对等战争 你的船多大 我的船多大 你的战舰多多 我的战舰也要多多 你的飞机多好 我的飞机也要多好 但现在不是 现在新的 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之前在上上个礼拜 他们有一次演训 让大家吓一跳 他们那种所谓的无人舰出来 各位你去想想看 三四十台七八十台 一台不用多 一台给你带五磅的炸弹就好了 那个如果真的往你的 整个所谓的战舰群去轻过去 那个真正叫做不对称的一个战争 所以未来的一个战争会怎么走 那个是一个新形态的 甚至于可能很多的模型 我们都没有想到 但现在对美国来说 他们已经在想了 目前中国大陆他们的无人机 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间公司叫大疆 这个是全世界无人机出最多的 那目前中国他们的无人战斗机 出口也是多 那当然因为出口多 常常在打仗 也常常被打下来 所以面积有时候也满免会比较挂不住 但你不能够不确定一点 中国他们的穷兵独武的方向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对美国来说 他们现在就要怎么办 所以第一个 对于整个印太跟第七舰队来说 他希望第一个是增加预算 那为什么要增加预算呢 我过去只守到香港 现在我香港往下走到南海 甚至于连整个到整个越南旁边都要守 之前还说第一舰队 要直接拉拉到整个新加坡去 各位你去想想看 从日本沿路一直拉拉到新加坡 这个航线 怎么可能靠一个舰队来做防守 那是一定不够的 那既然一个舰队不够要怎么办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就是 到底关岛要不要去建立所谓的一个萨德系统 要不要建立新的一个飞弹系统 然后后面包括了菲律宾等等其他这些国家 要不要去增加它的一个海上的基地 或者是空军的一个基地 这个都在讨论 但就现在来说的话 请各位要去记得一点 我们目前台湾的军备 我们刚除了跟各位说 我们有7000枚的一个飞弹之外 我们其实未来的部分的话 F16V会慢慢回来 现在美国有一台的说法是 现在用F35 F22 这个太贵了啦 没有人出门都在开法拉利的 你必须有一台小房车 可以来自使用 所以未来会使用F16或F15 这个美国目前在看 但可以确定一点是 新型的战斗机 这个是太贵的 未来大概不会再用了 美国希望能够去买回四代半的 而目前在整个亚洲当中 四代半的飞机最强的战队在哪边呢 就在我们台湾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我们要去讨论到的就是 之前我们在讨论的就是 那我们既然有7000枚的一个飞弹 会不会有出现所谓的一个空隙的一个问题 那目前的空隙也在填补 只是缺点要时间 我们还需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所以海马是爱国者 这个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过去的飞弹傻傻的 它就在整个阵地当中 你卫星每天在那边拍 对拍到我都知道了 都知道你在哪边了 那个后面乐趣就不大 但现在未来的新型的就是 不管是海马斯也好 未来是新的战舰也好 飞弹也好 它就拖着跑 那拖着跑的过程当中就是 你出现在哪边 我就会跟你出现在哪边 这个叫不对称的 所以对于台湾本土的一个所谓的安全 我请各位放心 我们认为 我认为我们台湾的一个国防是铜墙铁壁 但是太平岛 东沙岛这个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人家已经在演习了 那目前对美国来说的话 我再跟各位说一次 台海出现问题 大家都没有电视看 大家都没有冷气可以用 大家都没有电冰箱可以走 那后面该怎么办呢 2020年全世界先进国家 因为错误的下单 一个汽车晶片 搞到现在全世界都跳了起来 台湾真的出事 我跟你说 真正跳起来的 美国跟欧洲 它会跳得比你更高 比你更狠 但是有一个状况 我们要来解读一下 我还是补充请教于将军 因为其实我们去年的年底 就已经在聊说 为什么习大大总是喊话说 解放军你要准备喝水 去年就已经开始讲了 到今年三月份 他出席解放军团代表会议的时候 他还是讲了一样的话 他到底要做什么 到底是喊给谁听 当然其实因为本身习近平 他对于内部的一个管控 现在是出了问题 因为他要长期管控 他要把整个中国的大权一把抓 抓到他不能抓为止 所以他必须要有非常强力的军事能力做后盾 他军事能力不是对外而已 也是对内 告诉你我有枪杆 所有的军队听我的 所以所有人不要轻举妄动 所有人不要想要抢我的位置 所以如何来操作部队 如何让部队会从事训练 就告诉你要打仗了 让你一直很紧绷的那种状态 以前打仗的敌人就是我们 我们要过台海 我们要把台湾收复 他现在发现用台湾当这些解放军的夹想体 好像不够大 所以他现在慢慢把整个夹想体移到美国 是以美国要挑战美国的强权 要激发起这些解放军所谓的民粹主义 我要让中国变得最强大 解放军变得世界第一 我要打败美国超英赶美 他不断的要开始讲 所以真正他说 我要对台湾做武统 目的不是台湾 是要把触角武力伸向美国 让美国对中国大陆低头 让美国对解放军低头 解放军这种所谓的无谓的成就感 成长起来之后 习近平的地位就保了 他的地位就保了 因为我的军队很有战志 我的军队如果敌 这个军队没有敌 没有假想敌 没有假想敌的军队是不会打仗的 所以他必须要给解放军 一个非常强烈的假想敌 这个假想敌 有种你就明说 我就是冲着美国来的 有种就讲了 我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就是要跟美国挑战 那不敢啦 他不敢啦 台湾打自己孩子很厉害 打自己兄弟很厉害 他永远不敢跟强权打仗 但是他对内就讲 我要超英赶美 我相信习大大最近会很怕 怕什么 怕一件事就是打疫苗 不要来找我 他会很怕 我请教朗东 我们可以看到是 中国的科兴疫苗不是说有50%吗 我们还讲说 整个去拨拨 因为根本就不是那么样的有效率 那他的国药说大概有八成左右 可是我告诉你 这个是秘鲁这边 他报导说 在秘鲁进行第三期的这个临床试验 然后他的有效率多少 说只有11.5%跟33% 因为他有两支不同的疫苗 非常的低 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50% 有国药的其中一支 他在秘鲁的这个有效性说只有33% 那另外一支是北京生物所制造的这个 他的有效率只有11.5% 但问题在哪里 当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对岸来了 他就说 我跟你说 你不要再不时报导 这是负面的讯息 我们说有80%就80% 怎么样来看 对这个11%跟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防护率的话 目前中国媒体已经接到严厉的警告 不准够报导这样的一个消息 以及中国官方说法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不科学不严谨的一个报导 因为很奇怪你这个疫苗 就是诟病是说你很多数据都没有公开 所以世界上COVID买不到没办法用 结果我们报导出说 他在秘鲁这地方进行第三期的人体实验 结果他发现说 结果出来公开透明 就是很烂 然后你说这个很烂的这个结果 是不严谨不科学的 那他就做一个严谨科学的给全世界人看看 其实中国疫苗可不可信 香港就是一个最大型的一个白老鼠 因为香港的话 最近又传出了第三个死亡这个案例 因为第一个死亡的案例 是一个55岁的女子 发现说她过去有些糖尿病的病史 然后又有心肌梗塞过世 然后就说 这可能是因为有别的慢性病 第二期案例又说是什么有高血压 没有刚刚讲的是第二期 第一期是63岁的男子 有糖尿病高血压 第二期55岁中风心肌梗塞 然后都推到别的事情上去 最近这一起51岁的男子 打了科兴疫苗之后 四天后身体不试 然后也就死亡了 结果发现说 这一次没有特别大的病例 找不到原因 因为之前就推说 我这是别的慢性病 跟这个疫苗没有关系 找不到慢性病之后 现在一直推不掉 那就变得很尴尬 那原本香港政府的网站上面 都会公布说 预约接种人数 跟实际接种人数 然后在这几天 就只公布实际接种人数 因为很多预约都取消 很难看 所以说预约接种就不告诉你 要不然他高空公布之后 一堆人都不去 这个他的数据会非常难看 那你从整个数据来上来看 我还稍微给他算了一下 那在香港接种 这个科兴中国疫苗 到72300 就是3月5号的时候 45起严重的个案 还不包括那一两个 死亡的这个案例 照这样的一个比例 去换算成台湾人口的话 台湾如果全部人打科兴疫苗 大概会有14000人 会有严重的并发症 然后死亡率来讲的话 目前像打到10万个科兴疫苗 10万个人接种 死了三个 就用这三个去算好了 台湾也会死69个人 所以它造成整体的这个影响 比目前COVID-19 然后完肺炎的影响还要大 打疫苗比病毒本身更危险 那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中国他这样想要借由这个疫苗 去扳回一层在世界上做大外宣 在香港把他当白老鼠 这个是彻底失败 连香港前特首三个就打了 就曾应权最怕死就不打 所以黄友都讲说 他这个国安法就是会办他 不够忠诚 我请教这个委员跟时期 我们看就是看这个特首的部分 前四任的特首 就是加林郑月娥 我们看到是 董建华83回 梁振英66回 59岁以上其实在中国是不打 可是在香港还是继续打 所以说是白老鼠 可是接种科兴疫苗 这两个超过年龄 他还是去接种 可是曾应权说 我76岁了 我力排众议 我只接种德国BNT疫苗 怎么样来看 蓝委员 我觉得大家不要一直这样逼他们 这当然就是 谁要拿生命开玩笑 对 就是这个当然 其实看起来很像 整个香港都被这个中国 其实不只是我们之前 在关注的这些国安法的 这些民主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他包括他的民生 包括他的各行各业 包括他的生活 包括连现在疫苗 的这些全部都是 只能照中国的意思来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这么的关心 这些人谁打疫苗 或是谁不打疫苗 老实说 我们如果佛心一点 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出事 我觉得不是我们在关注 说不定是最暗的官方在想说 哎呀你这个真益权 对我觉得 没有还有包括香港人 自己也很关注 一定的 包括那些蓝丝 难道他们不讲了干嘛 他们难道不会去报说这个是不是违反国安法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只是说 从这一个这个案例可以看得出来 老实说本来我们在讲说 香港的一国两制 他理论上应该是除了外交国防以外 剩下来的事情都是香港人决定 这叫一国两制嘛 对不对 现在的一国两制 本来这过去这几年 都还有人一直在讲说 那都是政治的问题 香港他们处理 他们民生或经济就好 疫苗不是民生吗 疫苗不就是民生吗 为什么香港人他们不敢自己大声地说 你们杯就是这个 我休止一下 对我是说 我爸爸我的妈妈都不想打你的疫苗 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 为什么他不能这样子 就是要讲了 这不就是民生议题吗 我要讲疫苗就是民生议题 结果还是掉到政治嘛 对不对 包括他们的爸爸 他们的妈妈年纪比较大的 也不敢打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中国他们掌握了香港的这个危险性 不是只是政治上面 不是什么民主运动的这些 这些这些activist 他们的这些政治人物 年轻的政治人物 不是他们真正进入在这个水深火热 是这些在每一天的daily life里面 香港的防疫指挥中心的顾问 是一位医生 他还接受访问说 因为我每天都要面对第一线的病人 我需要更强大的保护力 所以我打BNT 我要九十几%男能对话 他还接受访问 我好担心他的下场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抓住 我不管 你就是要去给我打中国的疫苗 那我会觉得 就是说 从预约的人数到实际打的人数 你就可以看到香港的民意 这支疫苗能不能够获得人民的信赖 这个就实实在在的数据了 好 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云林王子跟蓝星公主化身五公尺高的大型软体风筝飞上天了 110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在云林 由风筝达人将吉祥物升上空来场空中布袋戏 我是针对他那个主题的部分下去制作的 他就给我一些平面图 我参考一些布偶部分 然后就把这软体风筝做出来 会有34年才举办我们全中运 我们也特别 江上的一个语音结合在一起 风动云林争霸110全中运 要以风动武林 驾动漫告争霸全中运 宣告活动正式起跑 布袋戏结合风筝热场是非 不少民众抢先来到老子 还有特技风筝在空中写出 YL及110的图案行销展演 邀请民众一块来为选手加油 四线风筝最主要就是说 它能够前进后退暂停原地旋转 根据这些特性 我们设计了一些路径 各式风筝在天空中争蒙 110年全中运在云林 要以争会友 期盼只有赛事 让更多人认识云林 好山好水 带动在地休闲观光 如果说到布袋戏 它的故乡在哪边 就是云林的虎尾 今天我们要分享 要介绍给观众朋友的是 更多云林在地 好吃的 好玩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欢迎来宾 是云林县长张立善 县长好 主持人你好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邀请你到县长 来到节目里面分享 主要是因为下个月 4月17日到22日 是全中运在云林登场 那不讲你就不知道 我说云林的观光真厉害 因为我们说整个六都里面以外 六都以外 第一名就是在云林 因为在春节的期间 非常多人就是很吸引 在七天内创下了140万的观光的人潮 对不对 那我请教现场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会有点 就是说很难回答 因为我想要做你心中的排名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前几名 我怕每一个景点都是你的第一名 你可不可以把一些景点推荐几个前几名 给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在去年度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 我们是拿到除了六都以外 全国第一名 来到云林现在超过1018万人 那今年度一开始 我们就在过年这段时间 短短七天就创造140万 最重要就是说 虽然我们把一些大型的集会 比如说起登的仪式 这样大型的集会取消掉 但是我们所有的灯区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五大灯区 包括因为我们的 这个花灯的故乡在哪里 就在我们云林县的北港镇 那是我们花灯花园地 有什么这样说 我觉得那个概念有点像是 灯会的创始殿 对不对 所以灯会第一次办的地点 是在北港 对 所以从小到现在 大概我们这么多年来 整个到过年元宵节的时候 一定会这个花灯 以前的电动花灯 到现在已经有点颠覆传统 那也有跟科技结合在一起的花灯 所以今年度我们的五大灯区 其实是蛮吸引人的 那再加上就是说 我们今年度要办延思起的400年 所以我们在延思起的纪念碑 那里就有把延思起 当时是怎么样 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船 还有它本身的这些景象 历史的这个回顾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也展现 那包括我们的隋道头文化园区 你现在看到有一些画面里面 就是我们在隋道头文化园区 在这个地方打造的一些灯会的景象 那也很多我们很多的这些 乡亲在那里拍照打卡上网 我想你看灯会都非常非常的亮丽 甚至我们去年度还得到国际muse金奖 我们的灯会得到国际muse金奖 2020年 所以我想北港朝天宫本来就是 我们非常盛名的一个宗教 那尤其是北港的妈祖 非常的灵艳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基本上每年应该都有四五百万打底 的这样的一个乡客 那当然这段时间我积极开发我们草岭 草岭这个地方经过九二亿大地震以后 大概交通路完断了 但是我上任以来 我想也感谢南投压县林明珍县长 一四九一 法夹湾的改善跟所有路面的改善 那让我们也能够大客车进入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镜面分割框里面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 因为我们一般比较在大台北地区 我会想说如果是要看银灰看地围 比方说什么天元宫等等 可是原来在中部的话 你究竟去草岭就有非常多的樱花 而且你看樱花很漂亮 最近刚好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所以我们真的是乡亲非常多 风涌而上都到草岭那边去看樱花 尤其我们那边景色非常的漂亮 包括云岭之秋 五元两角 还有我们的木马古道 还有我们草典好多的景色 包括蓬莱瀑布都非常棒 尤其是我们三区有茶 有咖啡 尤其是我们咖啡 台湾咖啡的故乡 对啊 你可以去那边到华山华兰那边 喝一杯我们最道地的台湾咖啡 真的很棒 县长还有一个我们在讲说 风冬不淋 怕冬斑跑 听到这一句都知道说是布袋戏 对不对 然后布袋戏的故乡也是在 也在云林 对 因为我们云林县是布袋戏的故乡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从以前 黄海代老先生的这个长宗戏 小小的长宗戏 对 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个Q版的 对不对 这比较可爱的 对 那就从长宗戏到 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黄俊雄当时的电视剧 对啊 然后现在在黄强华黄文者的 电影的 好像说圣史传说或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拍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布袋戏其实已经从传统走上 科技走向5G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 是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看戏轎你可以在电视上看 可是你如果到湖尾这一个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布袋戏馆 你也可以好好的去深入它的一些 所以就是说你在布袋戏馆就可以 像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说整个布袋戏的严格 那它的传承的过程到现在 从传统走向现在文化科技结合 那我想在那个地方虽然是一个缩小版 但是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整个布袋戏的严格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主要为什么现场来 是因为全中运 我们要推销一下 那全中运刚好在3月7号礼拜天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一个暖身活动对不对 这个暖身活动我觉得宪府非常用心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当天放的这个风针 而且你们光是名字我就说非常的威风 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风动云林争霸 一一连全中运 那真是风真的真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概念来弄一个暖场的活动 对对对 而且你看我们就是把布袋戏飞上天空 那所以呢这个布袋戏又是我们的云林王子蓝星公主 云林王子 就是我们这次的吉祥物 那我们云林现在现场就是蝴蝶蓝嘛 所以蝴蝶蓝的蓝星公主 那所以呢 你听过风动武林怕动万丈吗 真的啊 这句话大家都在那边啊 对啊 所以风动云林 对所以我说你们真的很有创意 我觉得这个整个结合起来真的很棒 所以当天我看到就是 5米5米高的这个风筝 有5米这么大 5米很大 像人一样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云林王子跟蓝星公主 都是用放大版的 然后就在天空飞翔 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有这样的创意 再加上就是我们风筝委员会 他也把我们的YL云林的缩写板 就在空中用特技 透过好多人操作 操作以后 他就是把这样的字体写出来 呈现在天空上面 就很清楚告诉你 就是这次全中运就在云林举办 那现场因为有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现在好像说那个资格赛 部分有一些项目已经开打了 听着说 因为我们说全中运它是针对中学嘛 比方说国中高中 对对对 但是你们这一次的设备啊 说已经是弄奥运的 奥运级的 对对对 我很感谢就是说我们所有我们云林县政府的团队 然后我们分成五部三十一组 所以不只是部长主任 各个单位都卯足了劲 尤其是我们这次的设备设施 我们也很感谢这个裁判长 他说他历经这么多年来 大概没有看过这么用心 而且是这么热情的团队 而且态度非常好 包括我们所有的地毯 还有所有的这些各方面的设施 都是堪称世界级 堪称奥运等级的这样的规格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肯定 那我们听了也非常开心 因为现场有一个 我看到是说比赛期间 我们说有规划四条的全中域的场地的路线 还有配合台湾好行旅游行程 那其实这些选手到了之后 不是一直都在比赛 他可能也有一些空档的时间 可以去走走看看 那走走看看有一个地方 我每次讲到失地 因为我没去过 我就一直很梦幻的想说 高美失地是一个蛮诱人的景点 可是我看到之后 发现这个成龙失地必去 我们看看这个照片里面 你看这个是我们在口湖的成龙失地 这个名字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刚好跟艺人成龙的名字是一样的 这个失地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我们这个成龙的地方 长期以来都地层下 显不利耕种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 就让它变成一个失地 那不只说这里可以 生态可以维护 还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可以在这里栖息 所以我想在这个逆境当中 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地方 让它变成一个非常保持生态 而且可以让很多的乡亲来这里 来这里游玩 也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 地层下线液淹水 它有教育意义 但是它也有观光的性质 有一个生态的教育意义 它也有个观光的性质 而且是在那个地方 如果在那边看夕阳的话 特别特别的美丽 我其实蛮好奇一个事情是说 这里你们有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是给它一些装置艺术 是不是有特别的这个想法 希望可以把这个观光再发展出来 那当然了 这个之前就是说 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湿地上面 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竹编 或是一些特殊的 这样的一个装置艺术在上面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在 除了这个湿地之外 以武制洪池 我们也是在努力 那甚至我们云嘉南国家风景区 从一口湖延伸到现在目前 到大概延伸到四湖 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国境之息 都能够纳入云嘉南国家风景区 我们做一个整体带状的这样的一个开放 他如果说要旅游的话 我要用什么方式 我们一般都是坐车店 那这边是不是自行车的部分 算是蛮夯的 但是如果你从自行车 从台北骑到那边 没有啦 就是说如果已经抵达云林之后 我是不是骑下车车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了 我们有打造一些自行车的步道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打造一条幸福公路 就是61线的幸福公路 就是无论你是要自行开车也可以啦 那或是呢 你做我们的 无论是我们从高铁下车 或是台铁也可以 那透过我们78线 可以到61线 就可以到我们的 这个口湖地区 那甚至呢 我们现在也推出 我们在县内 我们有台湾好行 就是透过我们的公共巴士 如果你来到云林县的话 高铁下车 或是台铁下车 那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台湾好行 可以达到这个地方 就蛮方便的是不是 就是针对线路线 我们现在整个的交通路网 我们会把它做好连结 时间跟所有的这些后车 等待的时间 跟所有的连结的点 跟转运 我们大概都做一个通盘的规划 那就非常的方便了 那时候旅行 你不一定说 我就要受制于 我一定要赶在塞车 那有的如果中台北 就觉得太累的话 你做到了云林高铁站 可以有其他的不同的选择 那还有一件事情 我其实特别点进去 我发现跟时事有结合 是我们有一个电商平台 是县福这边 就是互相配合的 那这个平台里面 我比较注意到 因为最近时事上面 一个产品很行 Online Online 这个产品还蛮多的 最近是不是销量 也有被关注到 我们云林县的凤梨 大概四月底才开始采收 那你知道我们云林县 这个农业大县 我们大概每个季节 都有当季的这个食物 的农产品 所以现在我们大概是高丽菜 现在 最近销量的菜 哪需要 需要一点点 对 需要一点点 大家多吃一点 对 所以我们现在 这段时间就是 大家都多采购 我们云林县的高丽菜 所以我们卖到 四月中旬的时候 马上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凤梨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是 一边卖高丽菜 那一边预购凤梨 预购 所以我想我们不只是在 那预购的部分 有没有感受到 台湾人的那个烈情 有 现在大概 大概已经有一些乡亲 在网上 或是在我们电商平台里面 预购这些凤梨 那希望就是能够 帮我们的凤梨龙 解决一些蓝莓之急 那云林县的 我们大概种植 九百多公顷 那这一期采收 大概四百多公顷 大概二十万吨左右 那这些凤梨无论是生鲜的 或是我们加工 我们大概积极在开发一些 很棒的一些加工品 包括像说凤梨果汁 还有凤梨吹片 都可以 那甚至我们也就是说 国内国外的行销通路 我们积极打开 那甚至我们也鼓励大家 在你的食材当中 可以加入凤梨 对啊 入菜的话 其实也蛮提鲜的 对啊 像我们 翁来叉孙 翁来也能叉孙 也可以啊 这个组合我倒是也要听过 可以可以 那翁来口粿雞啊 对不对 凤梨有很多很多 其实都可以入菜的 可以制作料理的 现场你自己是会做菜的吗 我不是很行 但是我很会学习 只要看过人家煮以后 我大概就会了 因为我看到的产品 除了我们看到 这个镜面上出现 也是瓣瘦的这个 凤梨果干嘛 对 还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 是酵素 有说除了做凤梨之后 凤梨酵素感觉上 也是蛮好的一个产品 那个也是养颜美容啊 嗯 很棒的 就是这些果汁都非常 生鲜啦 尤其是它本身的 营养分很高 再加上它 维他命也很高 那所以呢 我想 无论是你 不方便到现场 或是不方便 就是生鲜的果实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 果汁酵素带着走 或是我们刚刚讲的 凤梨翠片 那凤梨翠片 它其实它的 天然的这个营养 保存的非常 非常好 它没有让它流失 它只有油跟水 做分离 但是它的这个 营养分 它完全保留住了 所以也可以当作 很棒的零食 很健康的零食 我们除了看到 这边是凤梨的 这个颜色 应该是胡萝卜 没有错 胡萝卜的部分 刚好我们在地 其实农产品 算是产出非常大 这是新鲜的 我本来以为是道具 没有没有 这是新鲜的 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讲 你刚刚问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云林县 我们在地的一个 胡萝卜工厂 所做的胡萝卜汁 那你看到 这些生鲜的蔬果 有不同的颜色 现在很特别 这个已经 这个也是红萝卜 可是它叫做黄萝卜吧 这个叫青萝卜 紫色的 紫色的 这是紫色 对 有一点可能削皮说 它会有一点 甜菜根的颜色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就是原来的颜色 你看这个颜色 对不对 原来原来 这没有添加任何的 这个添加物 或是化学的成分 或是色料都没有 完全非常的天然 所以你光从看到 这个生鲜的食材 你就可以可想象 这一瓶胡萝卜汁 大概就是五条 这样的一个 生鲜的胡萝卜 浓缩起来的 所以你只要喝一瓶 就精力十足 而且美容养颜 而且真的对眼睛 非常的好 我自己对胡萝卜 非常喜欢 就是因为吃了之后 眼睛感觉 特别明亮 对 真的 你看 所以你看 这都是我们在地的 非常棒的食材 而且这一支产品 在星宇航空 就是说 你坐飞机的时候 可以享受 因为你知道 要上飞机的 这个东西都要非常非常严格 而且这是欧盟认证 就是我们奥运选手 可以吃的 所以你看 它就是 因为它的产销履历 特别好 对 它是通过 Glovergate的一个认证 的一个商品 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棒的一支产品 管长求你 你刚刚说 这个也可以补充一些 精力 对不对 可是补充精力 很多人说 我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对 咖啡的部分呢 帮我们介绍一下 咖啡的部分 你现在这边 没有看到 那其实我们就是 台湾咖啡的原乡 尤其是在我们古坑华山 那每年我们都有 办台湾咖啡节 那尤其是我们的咖啡 不只是地方创生 非常有名的TGC咖啡 再加上我们有一支品牌 是松岳咖啡 它是跟巴西的咖啡 经过国际的评分 列为同等的分数 89.25分 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咖啡 这个评分很高 对 如果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今年的全中运 4月17号到4月22号 是在云林登场 那我觉得这一次选手 也是蛮棒的 因为他们来到混淆 他可以看看 这个云林的好山好水 有吃又有点 现场有特别准备 办手礼对不对 对 我们除了办手礼之外 我们要带所有的选手 还有教练 还有所有的乡亲 来到云林县 那走访我们的山区 海区 还有我们的平原 所以我们也规划了 四条路线 那不只是呢 有好玩的地方 那当然也要把美食 介绍给大家 所以呢 这次我们特别精选 我们的云林良品 我们云林良品 经过我们评选小组 特别精选出来 它一定是在地生产 在地加工 而且符合三张EQ 甚至所有的这些标准都符合 就没有农药残留标准 没有什么什么 都完全符合 觉得是安全健康的 那当然透过所有评审 选拔出来 我们这次要给我们全中运的选手 给他们的印象当中知道 云林县这个农业大县 大概有哪些值得它来了解认识的 所以透过这一次我们选出什么呢 我们云林县不只是台湾的粮仓 最大蔬果中心 最大寻产中心 甚至呢 我们是蒜头的故乡 我们最多最多的蒜头 所以呢 百分之九十的蒜头 都在云林县 那我们要送给大家 好事花生 你吃了花生以后 就好事会发生 那我们的咖啡呢 也是最棒的咖啡 刚刚讲的 我们是咖啡的故乡 台湾咖啡的原香 那甚至呢 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胡萝卜汁 我们也送给大家 那还有呢 云林县日照时间最长 所以呢 我们的酱油 又香又醇又浓 特别好吃 那还有呢 我们水灵的这个